如同珠宝品牌一样 用心 看上这一个 不知道的 哇 这美女看不见脸 不重要 品牌就是品牌 传统意义的 购物流程的一个演示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用户注册 用户登录 商品浏览 如果是非会员的话 还要去注册 放入购物车付款 生成订单等等 但是说这个已经不适合 时代潮流发展了 早期的电子商务的购物流程 一开始就 先到网站来注册 登录 然后 跑完它的整个流程 这个流程并没有错 但是它已经不适合 现在时代潮流的发展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电子商务 B2C类的这个模拟 这块是后台的 你可以不用关注 前台的话 我们都知道 在那个年代 先客户注册 到订单 到完成 到配送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淘宝的购物流程 看它写得非常繁琐 不管油啊 还是益区啊 还是拍拍 购物的流程 都是这样的 通过拍卖 竞拍也好 秒杀也好 然后再去注册 再去登录 再去通过交易 开卖成功 是这样一个流程 现在多数的电子商务流程 是遵循了这样一个 我们先选购商品 放在我们的购物车 然后到注册 第三步 如果是没有呢 注册呢 你还先经过注册 这一步 到田野收货地址 在田野付款方式 我再做三步走的 思想灌输的时候 完全合在一起了 不管是收货地址 还是付款方式 甚至你要不要发票 完全在一张订单产生 也就是现在京东和凡客 已经做到了这一个 这边呢 就是说有一个网站 叫小林网 他也是挑战上面 放在购物车 继续购物 结算 用户登录 但是这里面是强化什么 已经注到就登录 没有注到的那个 多了一个 不登录直接购买 也就是我说的 电子商务的快速通道 现在客栏 还有他的快速通道 快速通道的人 也就是不想留取 任何详细信息的人 一个地址 一个电话 你这把货送过来 我不填你那乱七八糟的东西 收成订单 等待收货 完成操作 你想评论就评论 不想平常拉倒 对于消费者来说 越简单越傻瓜好 不要企业用他的思想 来灌输我们 也就是现在京东 已经改掉了这样一个 就是我的购物车 填写信息 提交定单就OK了 它不是说一个 表面上页面 系统在支持 系统在做判断 也是搜索商品 放到购物车 进入结算中心 然后这三步 实际上是一步 没注册的注册 注册的直接登录 最后填写你的收货信息 收货信息里面 穆罕包含三大块 一个是你的收货人 详细信息的地址 插一句 多地址配送是什么呀 你的信息在里面 第一次是默认的 也就是现在的 高僧的客服系统 做到了这一点 有的消费者不理解问我 我说小老师 为什么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也不知道我姓什么 怎么第二次打电话 那个客服就问我 秦先生你好 李小姐你好 甚至把我名字 直接说出来 我说这叫用心 实际上我说 你知道用心的背后是什么 系统 如果说你看看 那个高僧的系统 当你的电话一进入 只要你在里面存储的 为什么银行他会说 你有手机 最好报应你的家庭电话 甚至单位的电话 除非你换单位 那是没办法 只要是在他的系统里面 只要忽入我第一次的 所有的信息 全部栽入进来 对不对 EDI的重要性 这也就是我讲的 三步走 划算为简 步步为营 就这三步就OK了 我们认识下 电子商务以折扣的标签 所有的上面都加了一个红标 网站第一瓶 你全部百分之七十 一目了然 你何必加那么多圈圈点点呢 没有意义 而且还影响那个产品的 本身的那个图片的质感 消费者看图片 就是看商品本身 收到的产品和实物不符 什么符不符 对吧 肯定的拍片修片 尤其我们珠宝 修得非常好 拿到餐厅 没有那么大呀 所以我们现在都拿个尺子 测出来 实际大小是多少 多大 项色多长 是45还是48 还是55等等 根据你身体的胖瘦 选择你的炼长 这样的话 一看到放在一个购物车 这样一个礼品 是不是就电子商务的概念出来了 一目了然 很多东西 真的是学西方的一点皮毛 不去研究它的东西 很可怕 OK 看下一个 我现在呢 就是把京东的商城 只是截取了 它购物车这一个环节 第一步先选择商品 选择商品 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 是到了这一步 其实这一步呢 说实话 完全可以省掉 我现在做的购物流程 就把这一步省掉了 省掉拿起来 直接的到了 这一步就可以了 你看还想买卖 其他的东西 给你介绍一下 想买 没准有的人在 顺头低落一个 不想买 过这一步 直接下一个 我反正就是说 直接的让消费者 划算为减 直接到这一步 因为我是在这上面注册了 直接登录 登录完了 这一步跳过了 不会出现这一步 没有登录的人 才会出现这一步 以前的都是 单独的页面弹开的 对吧 现在的网站 为什么它不再 做单独页面弹开 而是在这个上面 叫贴屏 知道大家为什么吗 这叫体验 消费者不喜欢 在一个屏幕当中 又跳到另一个屏幕 然后回过头来 又回到这个屏幕 对不对 直接在屏幕本身上 完成它的事情 如果说你是已经登录了 今天登录了 也就是第一步 在这没有眼神 看不到了 就过了这一步 那没有登录了 登录 没有注册了 是注册 这也就是说 登录和注册的一个逻辑 是这样子 看下一个就是 填写你的信息 对不对 完成你的提交订单 生存订单 最后一个订单号形成 OK 这个购物流程 就彻底的完成了 如果说你还想取消订单 完全有系统来控制的 我的订单状态 如果说取消成功 那才取消吧 如果没取消成功的话 然后你再点击取消的按钮 消费者的体验到 互动营销的一个转化 是怎么来转化的 红色的为营销的部分 蓝色的为用户的行为部分 没有营销的参与的话 消费者就那么简单 我们的产品层面 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是 满足消费者 对吧 我们用户为中心的层面上 运营层面就是 你帮助这个消费者 来达成你的运营体系 运营的完成就OK了 产品和运营 必须是一个 和谐统一的整体 构建和谐社会 电子商务也是 构建一个和谐的商务平台 然后呢 我们的产品 如果是太过于系统化 为什么用三步走的策略 是一个道理 和谐统一 才是最好的 Mobiport 新马克 推出了这项服务之后 差异化的服务 是建立在消费者的 异象之中的 也就是说消费者 愿意为你买单 是有前提的 你怎么让消费者 建立起来 给你买单 如果说到了这一步 也就是消费者 充当的一个主角 谁充当主人公的地位 谁站在一个主导地位上 是不一样子的 我们在电商当中 挑选产品 处理订单 银行送货等等 这都是传统干的货 未来的电子商务的一个猜想 假如是要等待市场 去验证它 如果说有一天的时候 我们的企业 也完全认识到 5WH的这个 究竟是谁的时候 开始由企业 主动的发出信号 如果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话 用数据来说 我就下联想 其实就是精准营销嘛 精准营销 实际上就是数字营销 精准营销 不是概念化的营销 数字营销 是读取你的真实的数据 和你的信息的来源 这信息来源从哪里来 互联网上 通过技术的手段 来让你所有的信息 全部是 拖光了给人家看的 就是这样子 你所有的秘密不是秘密 现在很多FOA公司 出去忽悠 我们现在在做 精准的数字化营销 原来这帮传统的公司一听 精准的数字化营销 觉得很神秘 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 我们懂互联网 懂技术的人 就知道哪有什么神秘 完全是把你的信息 所有的数据 通过数据的分析 数据的来源 进行收集 进行反馈回馈 最后又回馈到 消费者本身 如果是以客户为中心 采取的所有的信息的 数据的说法来源 然后最终就回馈到 我们的消费者 回馈到客户 虽然那帮老头老太的 经常摊着小便宜 再去量着血压 但最后你买了他的药 对吧 任何一项 所有的服务 看着是义务的免费的 中国没有那么伟大的 最后都是商业目的 在里面的 我做了一个三角的分析 电子商务流程设计 如果要结合企业利益 不难 你有网站也好 有传统店铺也好 包括和顾客之间 它一定形成一个对角的 三角形成是最牢固的营销 一个采购系统 就能整死一大片的IT企业 我现在用这样一个图形 一个电子商务网站的成立 没有团队 没有关系 先找一个合适的总监 不要先把所有的小喽喽都招起了 没找到一个真正明白的人 最后没有用 你做不起来 通明的企业 先找一个高管 这个高管是懂电子商务的人 先进来 它帮你去招聘 它借助你的人的资源 去招聘 一定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再说你的技术部 你的市场部 你的客服部 供应链部 一开始没有 也没有关系 和你的传统结合 包括你的运营 包括你的渠道 各个部门最后分工合作 然后你的电子商务的平台上线 再借助该用的渠道资源 利用起来 对不对 这样子才能 打一个所谓的安全牌 我们电子商务 现在就是说 已经精细化作业 文案就是文案 摄影师就是摄影师 修图师就是修图师 对吧 我们一开始没有关系 但是通过前期的这些准备 到了蓝色的部分 请专业的人进来 你的市场研究 想做就做 不想做拉倒 通过整理 至于你一开始就想要 电子商务利润 怎么可能 电子商务做了十年都没有利润 只有销售额 利润是利润 销售额是销售额 也就是我做中国最大的 但未必是最强的 对不对 强和大是两个概念 有的企业 哪怕你看到他摆地摊的 十块钱能赚 一百块钱 这哥们就成功 也就是说白了 你知道能想的 能琢磨点事的 都去琢磨琢磨 把所有的琢磨 最后又穿在一条线上 电子商务价值链的猜想 通过上面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我们的B2C 从商品服务体验 这三个价值取向上来找 来实现他的企业利润 传统电子商务 如果说你仅仅有一个网站 没有自己的一点实力 你还是借着人家的物流 借着人家的支付系统 只有淘宝真正做成功了 做他自己的支付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亚马逊的物流 那亚马逊有什么呢 他已经做到了随机 盆出你的整个作业流程 作业的效果 作业的交互 人员根据你的这个系统 来做分析判断就可以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中国开始做他的自动分检 自动分检看到 大家现在物流工作 好像都做到了 你只做到了一个皮毛 你有没有把你这所有的系统 整个完全叫正的话 没有做到 讲一下什么 有时候他的存储信息 在大家眼里是非常神秘的 但是操作到的 非常简单 非常傻瓜似的 你入库 货物 盗库 扫码 他去年在中国这套 也全部改成这个了 刚开始觉得有点麻烦 但是呢 他随机上架 不懂分 分仓 不懂分检 亚马逊的网站在中国 识别不识别 人家认他 对不对 能卖到钱 所以说呢 他全条扫码处理系统 全程通过扫码 能够跟踪到 你的产品的状态 这才是最牛的 而且商品的入库的效率 能够提高了多少 80% 比如80%了 现在中国没有一家 敢说他在这块 能够做到了50% 没有 再就说完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技术创造生产力的 又一例证 在随机的存储过程 通过数据的分析 优化 减货的路径 提高 效率 尤为观念 这不是人干的事 所以说 我们哪怕建一个亚洲仓库 物流中心 对不对 投资70% 你建成最大的 有什么用 确实 低大物博 能建最大的 你的系统能跟得上吗 这是我要质疑的 大 有大的好处 但是 大的 未必是好的 电子商务的 物流的仓储 谁都知道 物流是干嘛的 传统珠宝 我们做了那么多年 我们也没有 运用什么什么系统 无非就是 我们用廉价的劳动力 插一句 珠宝行业的 普遍文化水平不高 小学初中 但是说很多 像那个 做汉 接 做技术的工人 非常牛 数据交互的话 我们看一下 母服装公司 他的注册用户的界面 你看看 这一个网站的 注册用户界面 就做得那么那么的强 为什么 这就是说 企业发展不一样 供求信息不一样 将做一个B2B的 他需要这些东西 他需要他的 网站 需要他的品牌 需要他的留言 需要他的代理商 加盟商 采购商等等 需要他的消费者 他的访问者 都可以来给他留言 然后再看他的注册 他的品牌 他有工资 因为他已经做传统 做了好多年了 做服装品牌 做了N多年了 他的网站要改版 要想让这些用户 都来浏览他的网站 他想要什么 对不对 一个用户 管理界面 一个供求信息 都出现 这叫什么 这叫交互 这叫什么 这叫数据分享 他怎么把他传统的数据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在网上展示 如果说你不相信 中国的支付系统 你就不相信银行 最关键赞同吧 银行 我们喜欢把钱存在那里 我们也不喜欢把钱 放到保险公司 对吧 保险公司说 我是理财的 我利息 买8% 你还得考虑考虑 说句不好听话 我想取钱 我现在把钱都挣在保险公司 我现在特需要钱 我通过保险公司 能取得出来吗 取不出来 走很多手续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图特别有意思 所以说我摘下来了 如果说 我们的整个互联网的辐射 能辐射在这样一个 通过鼠标 通过一个U盘 我不能带着银行的银行卡了 现在招商银行已经做到了 对不对 APP 我就通过招商银行的APP 来转账 我查一个账户 我也不带我的银行卡 从来不带了 接着上 APP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要提一下 手机支付一卡通 如果说这个一卡通 未来真的说 那么神奇 它能解决的问题 全解决 对不对 为什么手机那么强大 这个图讲的东西 边边角角 你不用去讲它 你就想一个手机 它覆盖了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大家不太奇怪 我们的iPhone手机 那么强大了吧 你看这个包包 你会不会喜欢 三十岁以上的女人 绝对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包包 喜欢自拍那个小女孩 她特别喜欢这样的包包 我展示这个并不成目的 我是想展示 如果说我喜欢的一个东西 我在网上完成我的交易 直接通过银行系统 非常安全 对吧 我们现在用快钱支付也好 支付宝也好 最终它把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它一价全部解决了 不管你是哪个银行的卡 就要通过支付宝 支付宝的强大在哪里 它把中国所有的银行通吃了 快钱从2003年成立 它的强大在哪里 它把所有的银行系统通吃了 合作嘛 好 点赢了电子商务的组成 怎么运用互联网接入 非常技术的 我也不想多讲了 EDI究竟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没有什么神秘的 大家知道 它就是一个电子数据交换 我们电子商务常用的 包括我们线下传统的企业常用的 我们的订购单 我们的报价请求单 我们的发货单 我们的发货通知单 我们的发票 在美国居然这块的信息交换 已经占到了 它数据的75% 你想中国能占据多大 所以说你现在不再怀疑 那些卖假发票的人了吧 有市场就有需求 这个市场是非常强大的 当然了 在美国 电子商务80年代就有了嘛 非常非常的早 86年就开启了电子商务之门 他们最早就运用在电子商务了 我们中国也在用啊 对不对 我们票据流转系统 全部都是这样的 说最简单 现在OA系统 对吧 流转跟单 完全都是网络操作 不再像过去 到处打印订单 节省了很多 所谓的原材料成本 但是这些东西从哪来的 数据的交互 数据的转换 然后精确的判断 现在中国的很多数据 它不能做到精确的判断 就包括那帮忽悠你的ERP公司 你做完ERP公司 做完了一套系统 在你的企业未必适用的 所以有很多企业说 不上ERP 早死 上了ERP 也可能等死 也是这个逻辑 在传统企业互联网 金融通信行业 广泛的应用 尤其我们的 金融行业和通信行业 和我们仓库 和我们的银行 和我们的航空公司 这也就是说 为了我们的ERP 它的重要性 重要性哪里 你看 这样已经能想到了 互联网支持下的 这个供应链管理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供应链当中的 一个价值的创造 怎么利用技术的手段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包括我们 现在物料的跟踪 都可以同这个电子商务系统 进行有效地结合起来 最终又回到了 我们的消费者 建立与稳固 我们的供应链的 这种关系和信任度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核心 才不能被人家各个击破 你掌握了技术的核心 对不对 我这边用了一个图 这个就是说 我们自行车的链条一样子 现在急速的供应链的系统 都是在应用自己的供应链 每个企业的供应链 也是不一样的 在传统的这种供应链管理当中 它是离不开的 你的生产仓也好 你的供应链也好 你的管理也好 最后如果说 你还是像现在的 都是传统的在走 你没有和信息结合起来 你真的就落伍了 这个就是说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一个 现代管理的一个流程系统 我这也不再多讲了 刚才分析了那么多 这个是不同商业行态的 一个供应链管理 我们有很多企业 就是说 从这个公司 最高战略决策层 一些ERP公司 喜欢做这些东西 来忽悠我们的消费者 忽悠我们的企业消费者 它在你的公司 只要做一个月的信息调研 才能形成它所谓的 一个开发的 一个技术实施方案 然后再用它的技术组件 然后落地到你的公司本身 做完这套东西 未必都会适用的 哪怕你用了它的三分之一 都行 传统行业 自古以来发展了千百年来 它有了今天 对不对 一个十几年的 一个新型产物 就能让你颠覆 怎么可能呢 有了互联网 并不是说收音机没有了 还是有人在听 没有关系 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的互联网的企业 占据了中国市场的95% 传统仅仅5% 那不是五年十年 可能二十年三十年 你离不开互联网的操作 然后我们的技术 已经做到了真正的极致 二三十年以后 那时的中国 将是什么样子 既然我们讲一个笑话 为什么去澳大利亚 人家就说是 这门都不锁 人家走吧 人不用担心小偷 人烟稀少 没有什么小偷 真的小偷也是外来人口 这就是说 当我们的经济实力 到了一个发展顶峰的时候 我们才有什么样的力度 说什么样的话 我们学会深度的沟通 也就是说 我今天讲的所有的课 都是在给大家做一次 深度的沟通 就像我们的钻石一样子 切出来 为什么光彩一人 为什么会漂亮 会美观 如果是把企业的价值核心 真正的像钻石一样子 经过雕刻细选 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 这样子我们的营销 才做到了极致 那会儿你再说 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 你的公关 你的整个的营销 传播策略 你是用精神营销 你是用互动营销 还是用不知名的 等等等等营销 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消费者在哪里 在钻石的最底端 最底端才是你钻石的核心 钻石的美 钻石的价格的不菲 并不在于钻石 多么多么漂亮 而是在于它真正的是 稀缺的 史上最强的价格之战 究竟在拼什么 都在说史上最强的电子商务之战 如果说你非要是说 给它拼个你死我活 你自己没钱 你何必大张脸充胖子 我们都想再做这个老大的位置 我们电商每年那么多销售额 那么个亿 在整个传统行业 少得可怜 还不到5% 或者说你超过了5% 8% 10% 相对90%呢 价值规律在哪里呢 谁做上老大地霸交易 谁就相对于95% 传统的销售的爷 当然这5%并不是个老大做的 是整个商业做的 对吧 行业是有行业权威的 是有行业发言权的 中国如果说真的有一个企业 能够做到巅峰随刻的时候 也让世界人为它嚼舌头 那才牛逼 那才是真正的目的 它吃的不是你这5%的 整个电商的份额 它树立的是在你中国老大的地位 业树立的在世界人心目当中的一个 所谓的标杆一个形象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 只有一个 刘强东就是刘强东 只有一个 但是在中国你是刘强东 到了美国 没人认识你 对吧 也就是我常常说的 乔布兹死了 世界人为他为之落泪 但是如果说我们某一个 企业的老大死了 你死了就死了 你在同行竞争 我爸爸他死了 甚至是这样子 对不对 为什么都在打价格战 这就是说 比着干的竞争和对着干的战争 比是错误的 我们只要说 有这种精神 也就成就了一个梦想 有这种梦想 也就成就了这么叫品牌 就像书本一样有年轮的 落后的品牌思想 常常想 领导品牌能做到最大 他就是老大 怎么可能呢 你真正的做到最强 你才是真正的老大 这种最强 不就在国人眼里 而是在世界人眼里 你才是真正的老大 这才是我想讲的 我的思想 我的观点 我们现在强化工程链 不做价格战的牺牲品 他们在做价格战 为什么做到了今天 是什么动机 B2C电子商务的现状 原来电子商务 真的是很干净的 在那个年代 当当就是当当 卓越就是卓越 谁也不打谁的 为什么现在你打我 我打你 并不是说这两个老板坏 不是这个概念 是市场的竞争 越来越恶性 规模大了 利润上来了 不亏损 这才是真正的强 有钱烧 是有投资方 所有做互联网烧钱的人 不是烧到他的钱 烧死了 无所谓 投资方愿意给我赔 你以后 最后烧鸽的大不了 宣布破产 我还在去还你这个账 不是 和我们朋友之间借款 不一样子 对不对 既然想玩这个资本运作 我就陪你玩 要玩就玩成功 玩不成功 我至少让大家知道 我在这个战争当中 在大家心目当中 我参与了战争 我要给你抗衡 我笔着干竞争 没有意义 要么我不加入这场战争 我们的电子商 我现在的这个现状 直接导致了什么 有钱烧不断烧 亏损 三克 我现在告诉一个大家数据 每天销售六百多万 这个数据绝对真身可靠的 他对而不说自己 究竟亏了多少钱 实际上他已经亏很上亿 而且不止上亿 京东亏得更多 当当不亏 对吧 其实我们去说准点 亏不亏没有意义的 包括京东的毛利率 不超过10% 这都在行业当中形成公认的 当很多数据在外面 真的是拿出来了之后 都非常准确的 有的不足7% 确实是这样的 6点几 6点3 6点8 那国美苏宁的传统毛利率 它能维系在17% 一个传统行业 包括一个开小卖铺的 它都能维持在10%到25% 那我们的电商 它不能像这些传统企业 维持在17% 甚至30%呢 你挨不住 传统幕后的这些东西 人的资源非常强大的 你在通过你的产品经历 一个个的去给人家谈合作的时候 人家是通过上面的大鱼钓小鱼 你是通过小鱼钓大鱼 怎么可能呢 就你把杆都扔进去了 这鱼你也没钓上来 我们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果力所不能及的时候 我们要借助外力 不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 你再是英雄 没有意义的 你要有这个团队 我们低调一些 我们善待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把事情做到极致 这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我们的这些电子商务 也在玩价格 玩成本技能 玩渠道技能 甚至自建物流的时候 你怎么给传统行业抗衡 你抗衡得了吗 是不是抗衡不了 传统行业的物流 甚至物流中心 已经形成了那么多年 你说你是亚洲最大的 你这是在什么行业说 我们在价格成本和渠道和自建物流 甚至还有很多 都不具备优势的时候 我们玩什么 所以说打仗 反正不是我的钱 烧的是投资商的钱 也就是说我们的京东商城 降融资70%的钱 都用来建自己的物流中心的时候 在北京这么多城市 五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物流 然后在三级城市 已经覆盖到了五十个 苏宁一股说了 我全国有五千多个呢 从这个数据上来说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你五千个是为了 你电子商务干的事吗 是不是 这就叫区别 那麦考林上市了 他现在也是在做实体店的这种加盟 四百多个 现在也开始已经延伸到 一二三线城市 品牌究竟有什么 看完这张表 大家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品牌 我特别赞同 陶米说的这句话 你以为你的销售额上来了 你成立了十几年 甚至二十几年 陕西没老板 有权的人多的是 进了北京 他才知道自己的官多小 没人知道他 我们如果说再用过去的价格 再用过去的促销活动 再用你的服务也好 产品也好 来说 你离品牌差远了 这些的因素 才是成就一个品牌的总和 仔细看看 它是记忆的累加 看看这里边的所有的因素 你占了几条 所以说再回过头来想想 那我们现在就是 既然都拼了你死我活 你再看看电子商务 企业又在做什么呢 在做传统 传统的电子商务的模型结构 我就不再讲了 我一直在教的大家的就是思想 什么叫品牌 先找定位 再找商业模式 再说你的前台 你的后台 你的电子商务 你的内部参与的供应链的管理 你的线上线下冲突怎么办 解决问题怎么办 最后到你的一个产业链的整个形成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我给你打圣子 继续 我给你打圈 Vive